iPad 見路與 Missy 學生佛停學什麼事? 電腦教學已經不是什麼新意 美國一間中學 有老師用 iPad 講書 但細想不到竟然搞出大頭髮 話說四個學生用學校給 iPad 上課 打開其中一個資料夾 竟然有把老師的裸照彈出來 學生立刻嚇到呆 其中一個還將事情報告給校長 第二天,校長召見這四個學生 叫他們聽人不用上學 還說可能會開除他們 但校長沒有解釋為什麼 而老師事後也繼續上課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原來用 iPad 教書 老師必須用 iCloud 共用檔案 才可以與學生分享項目 懷疑老師不小心把自己 iPhone 的相片 和 iPad 連線 這樣就把閃卡分享給全世界 但畢竟是老師自己不小心 雖然校方說已經處分了他 但也沒理由要罰學生 所以搞得學生和家長都很不滿 小朋友 記得 connais 你 English 我去哪裡 我去哪裡 你一定設計 這個樣子 我去哪裡 你去哪裡 我去哪裡 那些書 我去哪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